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场出现了一个失望到希望 美联储并没有说不推出QE3 但是这个QE3的量化宽容动策 极有可能在低要的时候进行一个推出 所以说市场出现了一个多空胶着的一个场面 大家也可以从今天的盘式当中 也可以看出道指和标普 均出现了一个上下引线非常长的一个十字星 或者是一个仿锤线 那么大家看一下图一 图一是道指的日线图 那么从日线图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道指在盘中的时候呢 由于市场对这个QE3的这个推出失望 那么导致道指盘中跌破200天这个均线 盘尾的时候呢 我们从收盘点位上看 道指已经站上了200天均线 收在200天均线之上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标普呢 也是盘中的时候 测试了200天均线上方的一个阻力 那么在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下一个支撑呢 就是在前期的一个低点 12,580点这个位置 如果这个位置一旦跌破的话 仅下一个趋势线的支撑点位呢 就是12,300点 那么这个点位如果一旦在跌破的话 可以说整个后市大盘来讲 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走势节奏 我们看一下图二 图二呢是小盘股的三倍抗跌的ETF 我们知道现在大盘呢 已经出现了四天的一个回调的动作 那么相反我们看一下 这个抗跌的ETF 它们到底表现是怎么样的 那么从我们可以看到 从TCA的走势上看呢 星期五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跳空下跌 那么目前整体走势呢 仍然是在前期的一根趋势线以下做一个整理 那么这个趋势线的一个缺口呢 就是在19块9毛钱这个位置 可以说TCA呢 有可能去补这个缺口 但是如果说大盘 市场一旦进行一个整理结束以后 那么恢复短线上的一个反弹 那么TCA呢 这个缺口呢 也有可能补不上 那么大家可以关注这个趋势线的 这个出现一个阻力的一个作用 可以关注这个趋势线是否在日后的走势当中呢 能否被去突破 我们看一下图三 图三呢 是银行股三倍看涨的这个ETF 今天我们知道银行板块和房地产板块 它们表现的都是非常令人满意的 那么在盘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银行股的三倍ETF呢 是在一根向上的趋势线获得了一个支撑 那么盘中呢 出现一个反弹的节奏 那么从整体的大盘来讲的话呢 今天的大盘整体就是一个银行股和房地产股 进行一个撑盘的一个作用 那么从日后我们怎么去操作 在股市当中怎么去操作呢 因为往往就在我们的美联储会议公布的当天呢 美国的市场波动是非常大的 通过规律上来讲的话呢 美联储市场的第二天的这个走势 往往决定的短短线上大盘的走势方向 那么大家可以在明天的大盘的走势节奏当中呢 继续关注大盘是否出现一个反弹的节奏的一个出现 因为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多空双方出现了十字星也好 纺织线也好 就是一个多空双方胶着的一个场面 可以说市场的情绪呢出现了出现了一个变化 那么好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聚精华尔街 我们明天再见